我們找到一個十六比九的觀眾 她說她很想做街訪很久 好 你自己試試問問題和自己答問題 大家好 我想問我叫什麼名字 你們好 我叫Karen 我想問身邊這位主持叫什麼名字 大家知不知道 我知道 她叫Will All All 都說了我們觀眾比我們瘋了 不是開玩笑的 請問你們是哪一間院校的學生 CU社工 BU社工 我們兩位都是BU社工 整套戲裡面其實都令我了解多了毛家姐 究竟他們的一些狀況是怎樣 Q&A section 導演又說得更加多一點 他對於這套戲的一些想法 或者他接觸了一些毛家姐 去見到什麼 去了解到什麼 在很無力的時候怎樣在自己的位置 做到更加多的事情 做到最多的事情去幫助他們 會不會容易投入去何姑娘那裡呢 其實我覺得是會容易些代入的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你將來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容易些去代入 但是我又不是特別可能很認同去做的事情 那裡說他們要不要接受賠償 那裡就很理智很客觀地說 其實你們如果現在不接受賠償的話 那你之後更加可能沒有機會上就會收回條件 我就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未必會好像可以很客觀很理智地跟他說 其實可能你現在接受賠償會比較好 最後那個場景是你不可以只考慮 他一個人想接受道歉的那個利益 就是你全部人都是共同利益 就是好像會思考一下我那一刻是否真的會這樣做呢 或者我自己的想法是否真的會驅使到我這麼理智地跟他們說 所以我就有點代入了這個位置 何姑娘說我不是奉紙要幫你的 全部都是我一些放工的時間 但是輝哥就回應他一句 我都不是奉紙給你幫 那在讀社工的時候 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呢 當然也有的 但是這個電影 這一句對話其實我自己那一刻都很觸動 希望是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回整件事 究竟我們的角色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都是人 我們都是平等 我們要做的只是想跟他們一起走 我們不一定要是給幫助的人 我們不是大了 有沒有令到你覺得做社工這件事 其實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有沒有嚇怕了想立刻轉學或者退學呢 不會的了 我們不會退學的 快畢業的了 沒有 都沒有 即是繼續做下去 其實這些事會知道是一直發生著的 可能我們作為未來的社工 我們都讓不被看見的被看見 雖然我們可能做的事很微小 但是做到多少得多少 多謝你們幫這個香港領導電影 起街頭我想哭 即是令到香港有機會更加好 為何這麼傻仔要讀電影 有個人經常都說香港電影沒有出路 那怎麼辦 怕不怕找不到工作 都害怕的 但是又不是傻的 即是都開心的 哈哈 有否後悔選到這個學系 少少 為甚麼 為甚麼 有點累 不說 又多了把病 我怎麼知道你病去哪 一來自己喜歡看電影 二來我覺得自己在電影方面 就可以了解到整個世界 而且是看完電影之後 可以自由到自己的內心 又是自己內心都有很多憤怒 看完電影之後 發現很多人都是這樣 從電影裡面找到你的一個 和世界溝通的共鳴 你畢業之後 會不會加入電影這個行列 還是還在想 我會做觀眾支持香港電影 好 會不會在幕前 對 對 不會在幕後幫忙 嗯 為甚麼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資質 可以做到幕前的演員 你先看看我 我也做到 你有這個資質 逼別人稱讚我 很壞的 前天 就突然說 很壞 發生 對 成績